国拼喜迎好消息 马龙紧急走马上任 级别主任 陈刘诗文直接领导 在璀璨夺目的巴黎奥运舞台上 36岁的马龙已非凡之姿 镇刻下属于他的辉煌天章 虽然退役之日尚未正式宣告 但马龙那辉煌的奥运征途 已悄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点 随着世界排名积分的温柔滑落 他仿佛一位缓缓谢幕的舞者 以不及不缓的步伐 优雅地告别了他深爱的乒乓球赛场 正如马龙本人所言 他的离别不会是一场盛大的狂欢 而是细水长流中的温柔转身 何以至此 马龙的选择往往并非全然自主 而是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使然 在他辉煌的运动员身份之外 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重天地 中国乒乓球协会运动员委员会主任的新职务 如同一座桥梁 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让他无法轻言放下 这份职责 让他在退役的门槛前迟除 因他不仅是荣誉的象征 更是对团队 对后辈深沉的承诺 马龙的新角色 不仅是身份的转换 更是责任的传承 在中国拼协的广阔舞台上 他不仅是领航者 更是守护者 肩负着维护与保障 每一位运动员权益的重任 他的身边汇聚了一群 同样心怀热忱的伙伴 许昕 刘诗文 樊振东 他们作为副主任 与马龙并肩作战 共同构筑起运动员的 坚强后盾 马龙 这位曾经的王者 如今以更加成熟的姿态 引领着这支团队前行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马龙上任之初 便以公益之心 号召球员们将 WTT泰国战的奖金 捐赠于社会 这一善举如同春风话雨 温暖了人心 樊振东等国拼健儿 纷纷响应 他们的言语中 满是对马主任提议的 敬佩与支持 这一幕成为了 拼坛内外传颂的佳话 展望未来 马龙的运动生涯 虽已步入尾声 但他在拼鞋的新使命 却刚刚起航 在未来的一至两年间 他仍将作为运动员的身份 坚守岗位 直至完美过渡